传载400加号作者,狂言军砍球场军15加9加4,火箭内线强远明天到位,新空间行内线代替安德森机会总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不管是亚运会还是夏季联赛,中国球员周琪的表现比起上赛季来说,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虽然亚运会与夏季联赛的水平与NBA正式比赛还不是一个当次,不过周琪在这两个比赛以所表现出来的统治力以及他在场上表现出来的自信,是下赛季火箭队最为需要的。 火箭队今年夏天失去了内线大将安德森,防守行中锋达里克布莱克和欧鲁阿库,于是周琪就成为了下赛季火箭队那线的实力增长点之一。 火箭队也得到了克里斯这样的年轻大前锋,但是,比起周琪来,克里斯最需要的是端正态度以及收敛脾气,而且他现在只是刚来火箭队,不知道与火箭队球员们的磨合情况怎么样。 而对于火箭队的战术打法来说,还是周琪更未适应,毕竟在这里打了一年球,周琪对这里的一切都了如职场。 亚运会伤周琪场均能够有15分9.8篮板四次盖帽的漂亮数据,现在他会带着亚运金牌和这份漂亮的成绩单回归火箭队,因为那里才是他下赛季真正的考验,而远非亚运会护下季联赛这种比赛。 据最新报道称,刚刚参加完亚运会比赛的周琪,将会马不停蹄的在9月6号赶到美国去准备新赛季的NBA比赛。 虽然我们也不知道周琪会不会去参加哈登在巴哈马举办的训练营,但是火箭队官方的新赛季训练营周琪一定会赶上。 前天中国蓝蓝红队已经集体回到了国内,周琪此事先回到了沈阳调整一下状态。 在于明天9月6日恢复美国与火箭队会合,新赛季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就要开始了。 这期间修斯多火箭队要进行一些训练调整,最重要的还有五场季前赛比赛。 所以对于周琪来说,早一点回到球队中,就能早一点与队友们合脸。 对于他熟悉下赛季的战术,和与新队友们交流是很有必要的。 在失去安德森的情况下,周琪作为火箭队内线为数不多,都可以投三分的大鸽子。 他在下赛季会成为安德森的替身,成为火箭队新的空间型内线。 新赛季的周琪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进入火箭队的主要轮换阵容,但是他已经成功得到了火箭总经理莫雷的关注。 因为莫雷一直在关注着周琪在亚运会里的表现,并且大多数周琪表现出色的比赛之后,莫雷总会在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上罚来贺电祝福周琪。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莫雷还是非常欣赏周琪的,至少下赛季周琪在火箭队中的位置很稳,应该不用担心被交易的风险。 明天周琪就将去美国到休斯多火箭队报道,我们也希望这位努力的年轻人能力在新赛季表现更为出色。 明天周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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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周琪